国际刑事法院 决定不对中国大规模拘禁穆斯林的做法展开调查 这对渴望让北京对迫害族裔和宗教少数民族承担责任的活动人士来说是个挫折 中国被指控对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海牙的检察官周一说他们不会对该指控展开调查 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中国而中国不是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第一国 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 刚比亚人法图本苏达 在一份报告中说 指控所描述的虐待行为全部是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犯下的 几个月来 流亡国外的维吾尔人一直跟促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中国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镇压政策 这是活动人士首次试图使用国际法的力量来追究中国官员对镇压行动的责任 他们指控中国政府对穆斯林实施酷刑 强制绝育和大规模监控等虐待行为 可以 我认识你